疫情全球大爆发 新药和疫苗需要时间才可以发展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想尽其他办法 看看有什么可以对付新冠状病毒 之前我的片段也说过 灰灵这些古老的药 现在这个星期 更加有人提出更加古老的药 其实不是药 其实是一种预防针 这种预防针 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卡戒苗 卡戒苗是用来预防肺炉的 准确点 就是减少在小朋友肺炉菌会产生病发症 在第三世界的国家 小朋友都经常打的 在香港都仍然有打的 因为肺炉长期都有 怕小孩接触到大人 传染到肺炉有病发症 所以小朋友到今天 都仍然是继续会打这个BCG卡戒苗的 当小朋友大规模打了卡戒苗之后 它整体因为传染病的死亡率 就会减低很多 大家留意 不只是肺炎的死亡率 而是其他的感染 包括一些呼吸系统的感染 机会都少了 而且全体因为传染病而死亡的机会 就会减低很多 第一样要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其实是分两部分的 有一部分就是 先天的免疫系统 叫Innate Immunity 也有一个后天的免疫系统 叫Aquired Immunity 有什么分别呢? 其实先天的免疫系统 是一个立即的反应 它会将一切任何 不是我们身体应该有的 包括病毒、细菌、甚至寄生虫 它也会尝试弄走它 先天的免疫系统 本身就有了 无需说之前 要见过这种菌 见过这种病毒 它才有抵抗能力 任何不同的致病原 只要进入了身体 它就会打它们 这个先天的免疫系统 里面包含了几种细胞 我们也叫做Netrocular Cell Nutrophil 这个叫Macrofage 大家其实都不用管它们的名字 总之它们的作用 就像杀手那样 它一见到有些 不应该身体有的 这样的致病原 它就会走出来 杀了它 吃了它 至于后天的免疫系统 Aquired Immunity 就是要之前 需要受过训练 才有效果 简单说 它需要 之前要遇过那种病毒 才会产生抵抗力 这个反应 就比较慢 它需要几个星期 才有效果 所以 这是一个慢的反应 可以想象 先天免疫系统 是一个快速应变部队 任何致病原走进来 第一个做事就是它 后天的免疫系统 就是那些常规的军队 要动员的话 就需要几个星期才可以 来到帮助的 需要一些时间 里面主要有 T-Cell B-Cell 大家也不用管了 主要 T-Cell 会将 入侵的 致病原毒死 B-Cell 就会产生 Y字 这些抗体的 抗体的 靠抗体的 杀了 病毒 卡加苗 因为它是针对肺炉菌的 很明显它可以 刺激到我们的后天的免疫系统 会击活了我们的T细胞 或者刺激到我们的B细胞 产生抗体出来 压抑一些 比如这些红色的 就是肺炉菌 如果真的有肺炉菌走进来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 后天的免疫系统 对付它 我们发现 这个卡加苗 除了刺激后天免疫系统之外 它也会刺激到我们的先天免疫系统 令它强一些 这个反应是立即会有的 它就会激化了我们这几个 杀手细胞 从而 如果真的有病毒 有细菌 有外界的 致病原入侵的时候 因为先天免疫系统已经强了 这就有机会 如果有病毒进来 包括冠状病毒 应该 抵抗力会增强了 好了 问大家一条问题 有些人感染冠状病毒 没什么症状 或者 直接没有症状 然后就好 你觉得这些人好 原因 是因为 先天免疫系统在做 还是 后天免疫系统在做 很明显 因为 冠状病毒 一入侵我们身体 第一个反应 一定是快速应变部队 即是先天免疫系统在做 事了 既然 这个卡戒苗 可以 激化了我们的 先天免疫系统 让它强一些 活跃一些 理论上 是不是打卡戒苗 应该可以对付 这个新冠状病毒 这个就是 其实现在的科学家的想法 为什么 就说一只这么古老的卡戒苗 都拿出来 看看它有没有用 就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巧 还是有其他原因 那些多数人打了 卡戒苗的地方 包括台湾 香港 日本 南韩 这些地方的疫情 相对 就比较受控 大部分人都没有打卡戒苗的地方 包括比如美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这些地方 疫情都相当严峻 卡戒苗 其实是一些 我们叫做 减毒的活疫苗 即是说 里面那种菌 其实是活的 不是死的 打完这些卡戒苗 很多时候的小朋友 那个伤口 就会持续很久 很多个礼拜都有 有些会起笼 接着 康复的时候 就会起了个疙瘩 原理就是 因为这个菌 其实是活的 它不会引起肺瘤 不过 因为仍然有活性 它就会在皮肤里生存一段时间 当然 会 trigger 到一个免疫反应 令到里面不断发炎 所以就有个伤口 这一段时间才好 既然是活的疫苗 就算有效的话 我们也不希望 在新冠状病毒的病人身上 当他在发病的时候 打下去 因为本身已经 病得很厉害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现在 想着 它用途 都是用来预防的 就是在高危的族群 比如老人家或者 医护人员那里 去尝试使用 看看有没有效果 实际上 在澳洲 上个星期已经开始 有一个4000人的研究 主要就是 去招一些医护人员 去打了这些疫苗 看一看 他们会不会对比一些 没有打过的医护人员 减少了 感染新冠费的风险 荷兰也是在招人 做1000人的研究 结果是怎样呢 我们都是要拭目以待 都是审慎乐观 希望它OK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这个频道 主要用一些轻松简单的方法 解释一些复杂的医学问题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麻烦你也按订阅键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